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今天在起火市场的部分最后是收在了7976点 好 明天礼拜五了 看起来这个周线又要收黑 今天一大早呢 这个行政院跟近晚会都冲出来说要赶快救股票 但是真的有效吗 接下来的这个台北股市后市到底要怎么来做掌握呢 节目上跟文强专家 永成国际投股分析师 韦国庆 吴老师好 主持人好 归同大家午安 吴老师 今天先来看到这个起火指数部分还蛮吊诡的 今天呢 这个开低拉高之后又往下杀 最后呢 又拉回到接近在这个平盘附近 今天来说震动变当的这个幅度还蛮大的 今天来说指数操作要怎么来掌握 是啊 各位 今天盘中啊 这个政府这些相关官员出来讲话 那你听完以后的话 你到底在做多还是在做空 我跟各位讲 今天这个盘 对不对 来回震荡这么剧烈 不论这些政府官员讲了什么话 我说真的啦 他们从你从他讲话的内容 或是从认识当中 你知道哪里可以做多做空吗 你一定不晓得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各位 其实回我头来讲一句话 我也在讲我说各位 今天这个盘 今天这个盘很多人觉得说难做 为什么 第一点 开盘 今天开盘指数并没有上去 对不对 今天开盘其实前面这半个钟头的时间 指数还在盘下 还在来回震荡的还蛮快的 所以各位我相信了 今天开盘在这段时间 你也不见得敢做多了 对不对 因为开盘一起 都还在黑黑黑的 你怕做多油跟你撒下去不是吗 所以开盘在这个地方 你也不敢去做多 但这问题就来了 其实这一波下跌以来 很多投资人心理上 都有一个讲法就是说 不要去空了 对不对 不要去空了 但是等它反弹上来的话 要空也等反弹上来空 第二个 跌这么低了 是不是什么地方可以去做个多了 但这个问题就来了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你天天等着想去找一个点去做多 那今天开盘你敢做吗 你还是不敢做 对不对 还有这盘开得滴滴的吓死人了 昨天晚上 哇 美股的刀总跌了一百六十几点 欧洲股市德国跌了两百多点 我也恐怖 国际股市都在跌 对不对 所以今天开盘 你怎么敢去做多 你还是不敢做啊 你还是不敢做 好了 问题是开盘 如果你开盘你不去做多的话 后面就给你拉上去 拉得好快啊 从今天这个开盘的位置 第一波拉上去 拉得也快一百点了吧 对啊 低波就拉得蛮大波 那各位啊 如果说你在这边 你天天等着要做多 那今天开盘你该去做多 你为什么不做呢 你说 哦 昨天因为欧美股 因为欧美股是大跌 你不敢去做多 那各位 那不是公销为 我跟你说 你要想去做多 真的到底该做多的时候 你不知道可以做多 好了 那反正我来讲 那你说等他台上去放空 好 那我问你 台上去放空 那等到今天第一波开始急拉之后 你敢空吗 你也不敢空啊 哎呦 拉上去的话 哎呦 去空啊 如果空就再拉上去怎么办 你还是不敢空啊 你不敢空 哇 第一波 砰 到站 又给你杀一百点 好了 重点是各位 当今天盘中再杀一百点之后 到这个地方来 你想要这个地方可以再做多 你又不晓得 我给你拉上去 哎呦 我跟各位讲 今天这个盘 来回这样震大 今天高低点呢 各位啊 算一算将近一百五十点呢 哎 今天盘高低 哎 而且来回震荡两趟哦 那我给我请问 等于说今天来回 今天有三百点的空间哦 哎呦 那我问你 那今天这种盘 各位不要说三百点 你今天能不能赚到三十点 三十点就好哦 不要三百点 好啦 各位 如果今天一开盘 你不敢去做多的话 哎 我说你真的是好可惜 对不对 指数跌到八千了 哎 不敢去做空 今天整个要做多 那各位 重点就来了 那当昨天澳美股市大跌哦 当今天亚洲股市也在跌哦 那为什么今天台股台子期 开盘以后会给你急拉上去 各位 如果今天开盘 你没去做多的话 好可惜 对不对 那这问题是开盘以后 你说我怎么知道 开盘以后这盘会拉上去 那各位怎么会不知道呢 来 看一样东西 你马上知道 导播来 左边下面 你自己看吗 看到没有 各位 今天整天的时间 如果说今天你有在看微博 现在大货多空间的指标的话 各位看到没有 今天开盘哦 为什么第一波 震荡震荡震荡给你急拉 因为今天从开盘之后 看到没有 已经测出来了 哦 原来今天大货开盘 实在在做多哦 看到了没有 所以各位 所以今天就算开个平低盘 震来震去 对不对 可是各位哦 大货已经在台面下 偷偷在做多了哦 那你为什么不做多呢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今天这个盘 如果说你这一阵子以来 你天天等着说 哎 什么地方可以开始做多 对不对 那今天开盘可以做多啊 那你有什么不去做 因为你没看微博性大货指标 你当然不知道说 哎呦 原来大货在做多呢 对不对 哇 砰 你就拉上去了 哎呀 我跟各位已经 好了 所以各位 来来来来 我讲给各位 今天这个盘 要是你没去 开盘你没去做多的话 好可惜 来 你自己看吧 等来 我们一起来看吧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今天开盘呢 不单大货指标已经测出来 哦 今天大货终于开始做多了 对不对 不单做多 而且看到没有 今天的当冲啊 箭头在7970 在这个地方也开始翻多了 所以各位 开盘以后哦 已经形成一个什么东西 箭头翻多 大货做多 两者做多是同项哦 同项哦 那我请问你 各位 如果说今天啊 你已经跟着 维国倩的这个指标来操作的话 当今天箭头啊 在7970翻多的时候 当大货也在做多的话 那我请问你 今天开盘 你会做什么动作 哎呦 赶快去做多 终于打到机会了 对啊 赶快做啊 后面咚 给你急拉上去 各位 第一波啊 最高点拉到多少 拉到8030那个附近去 代表说各位 第一波已经拉出去 拉到将近60点之多 各位 接最高点 对不对 从那里 从到8389那边去 所以各位你看 第一波不要说别的 我一直在讲 各位 做期货 我说各位 不要说什么一天想去什么 赚个100点200点 我说各位 对不对 那个 很多人说哎呀 做期货一天怎么可能赚100点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 好 各位 我说过嘛 你说可不可能 我说各位 对不对 尤其是高手在做的 那我说那你呢 不要说什么一天100点 你一天赚30点可不可以 一天期货30点算不算多 今天来会震荡300点 你300点里面 你30点都抓不到 那你要做什么 我问你 那你各位 我在讲 一天30点 真的看起来对不对 很容易达到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你不要小看一天30点 我也在讲嘛 如果说你一天 期货能够赚30点 大台子30点是多少 一会儿叫做6000 对不对 那各位 如果说你一天 能够赚个30点的话 一个月20个交易日就好 就是600点 对不对 600点 大台子一口叫做12万哦 各位12万哦 好恐怖啊 你一个月薪水多少 可是各位 问题对不对 一个月哦 切切切 每一天只要赚30点 30点真的不难呢 那你一个月 每天三点这样赚 一个月你可以赚到12万 而且各位 12万除以保证金 8万多 各位算算你一个月 可以赚1.5倍哦 各位一天才30点 好了 你说这个30点 各位今天在第一波就有了 也难你说难吗 你后面不做都没关系哦 各位今天关注第一波 箭头翻多 大户做多 两者同向 你赶快做吧 咚就冲上去了 哎 冲到803级 对不对 好 但是各位重点来咯 当然今天这个盘啊 真正我跟各位讲 今天其实有一个关键 在一个什么地方 就是在第一波冲上去的时候 各位 这第一波冲上去的时候 各位我问你 当第一波在往上冲的时候 好 如果说啊 你开盘 你也跟卫国庆域的会员一样 你有去做多好了 问题是各位 那你晓不晓得 那第一波高点 会在什么地方出来 结果今天最高点多少 就是8040 8040 好 那为什么今天 哎 其拉为什么拉到8040这个地方 哇 不单上不去 还给你倒丢回来 哇 倒杀100点下去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高点 会在8040这个地方出来 也就是各位 今天如果说开盘 你有做多单 那你的多单 在哪里跑 会跑得很漂亮 对不对 或是假如说 你真的说 哎呀我要等他弹上来放空 那今天哪里是可以放空的位置啊 好 叫做8040 好 但重点是 为什么今天高点8040 你不晓得 对不对 各位 如果你不晓得的话 来先给你看一则抠讯 我跟各位讲 今天啊 你知道维国性强势预判 今天早就算出来 今天高点在什么地方 8033 好我们把抠讯先看完 来 各位看 今天这个盘呢 在往上拉的时候啊 各位在9点21分 各位其实这个东西 我不是在9点21分才发 是因为我在提醒会员 去注意这个地方 叫做8033 好各位你自己看 当时在9点21分 这抠讯我跟会员 在提醒什么东西 强势预判 那个看波段的 目前的压力有两个 一个在7996 一个最高的在8033 各位8033哦 所以指数反弹以后 上涨的压力 看这两个地方 各位8033 今天最高点8040 哇你说老师哦 什么都8033 各位如果昨天呢 要是你没有打电话 进来问关键点位的话 来那我就让你看一看 各位哦 你自己看 今天从开盘的时候 来各位 为什么今天一开盘 就知道说 今天高点在8033 那个地方 各位 全市场 放大到这个来各位哦 全市场上 独一无二的主要 对不对 强势预判 市场上真正一个 最准确的指标 各位你看到 你看到这条 绿色这条线没有 看到了 好来 我们对着这个 这个指数来看 看这个 因为这个 你不要拉太 因为你会再放大一些 再放大一些 再放大一些 好 看到就好 各位看到没有 当今天在开第一盘的时候 强势预判 各位已经算出来 今天 今天是开低 还是往下开 对不对 在差不多 在7920那个附近 问题是 当时指数在往下开的时候 有没有 看到没有 强势预判 已经算出来 今天往上去 有两个压力 一个叫做 7996 一个叫做 8033 各位 8033 所以 拖到了后面 为什么指数 弹上去 有看到没有 这边是一根上影线 为什么最高点 在8040 就是因为 强势预判 已经算出来 今天关键的压力 在8033 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这盘 纵然弹到8040 去 但是各位 拍对不对 各位 其实不要说8040 8033 就是给你今天 做空一个最好的位置 从这边 回去倒杀 杀了快一百多点下去 那各位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 对不对 我说各位 如果今天这个盘 你做多也好 你做空也好 只要你能够预知说 今天的压力在8033的话 你做多 你也知道哪里该跑 就算你 很多人说 其实这波跌下来 很多人都一直会讲说 我也知道这盘走空了 但是不敢去放空 大家都会说 我等他 弹上来我要空 对不对 那今天各位 那今天 你到了8033 你知道该空吗 你又不知道该空 那等他弹上去 你还不敢空 对不对 再弹上去怎么办 结果我今天开第一盘 强势一盘 你算出来 今天高点在8033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吗 各位 你自己算得出来吗 你跟那些人算得出来吗 你那个胆功能软体 算得出来吗 都算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还是乱乱做 我跟你跟我讲 我也讲说各位 我已经把做期货 我说一次各位 任督二脉 我跟你讲各位 做期货 你想做得好 就只有两样东西 你要把握住 第一个对不对 一定就是每天的高低点 在什么地方 各位这个道理你一定懂 各位 不要说全台湾 全世界 所有股票市场的投资人 每一天最想知道 一件什么事情 当天的盘的高低点 在什么地方 各位 每天 你不是八万就知道 最好对不对 让我知道 今天盘的高低点 在什么地方 但是各位 那高低点 维国金强势预判 每天这样再算 今天这个盘 大家都说难操作 对不对 一会儿涨 一会儿跌 政府又关于被你出来讲话 你也不知道这个讲的话 到底这盘要涨要跌 但是各位 今天关键的压力 对不对 强行找出算出来 在8033这个地方 问题是 我在讲这个 问题是 如果你有在用什么软件的话 你那胆光软件算得出来吗 当维国金还在跟会员 盘统还在跟会员讲 强调说 注意注意哦 注意上涨压力 在8033的时候 各位 当我在发抗讯的时候 那你跟的那些人呢 他们有告诉你说 压力在8033吗 也没有啊 所以你今天就是乱乱做 好 各位 所以我跟各位讲 各位 我在讲各位 做期货你要做得好 对不对 不要忘记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维国庆 期货套多的SOP 那各位 你自己看 今天这个盘 从开盘开始 维国庆 这个独一油的大户 多空力道指标 已经测出来 哦 今天开盘哦 虽然是跳孔往下开哦 可是大户开始在做多哦 对不对 那今天既然大户开盘 就在做多 所以今天为什么 震震震 会开始给你往上做 急拉一波 所以各位 对不对 今天开盘该做多 你不去做多 因为你没有看 维国庆大户指标 今天大户在做多 好 这个我跳过去 先不讲了 对不对各位 箭头跟大户 哪里有同向 都是盘中 那最好的一段 这我待会再说 各位你看没有 这对不对 透过微游行的强势预判 每一天都预知那个盘的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今天开第一盘就知道说压力在8033 那最关键一个压力在那里 我在讲这个 我在讲这个 每一天 各位你要做当冲 对不对 我一直讲 你心里面 你最希望知道什么东西 键盘的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能够抓到这个东西 你已经是每一天 起我市场上 比方说起我 股票也是一样 你已经每一天 是市场上最大的赢家 好 那各位来 你自己看 那既然 对不对 今天开盘的时候 当冲 在7970这个地方 见多番多 大货做多 两者同向 第一个对不对 赶快多单先做 多单做了以后 就是因为指数 已经知道说压力在8033 所以各位 不要说8033 到了8030附近 我就跟会员讲说该跑了 第一波对不对 从7970这个附近 到8030那个地方 第一波一冲 你冲了快要60点上去 第一波就快60点 那我问你 如果说你每天的目标 想赚30点的话 第一波就有 你后面都不用做 没关系 好了 好 后来 箭头在8011这个地方 开始翻空 我跟各位讲 当时大货看到没有 本来之前大货做多力道 是很强 但是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指数 反弹到压力这个地方 所以看到没有 大货做多的力道 就是来到这个地方 多的力道 开始衰竭往下走 我跟各位讲 其实讲到这个地方 我给你讲个观念 各位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 我跟各位讲 自从魏国庆 发展出这个大户指标之后 现在市场上 很多人想学我的大户指标 但是各位 我说东西 我不能只能学一般 也不要都对 我跟各位讲 透过大户指标 各位透过大户指标 确实可以抓住盘中 那个盘要涨要跌 那个方向 你可以抓得住 但是各位 问题是 大户指标 你没有办法知道 盘的当天的高低点 在什么地方 你只有透过 WC的强势预判 你都透过强势预判 对不对 看到这些支撑压力线 他说 各位 为什么今天开盘以后 对不对 大户 对啊 你看 观看大户指标 大户是在强势 是在做多 所以各位 如果说你只看大户指标的话 你就想说 那我对不对 你可能多单 还死报不放 但是为什么 今天的盘 对不对 大户的力道 来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继续增加 给你倒丢 倒丢 后来还给你 翻到去做空 因为关键的压力 在这个地方 各位你听得懂吗 所以各位 观看大户指标 可能来到8033 去放空 可是问题是对 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大户 做多的力道 没有了 因为原来的关键 重点是 关键是在强势预判 因为压力在8033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 大户我跟我讲 大户也知道说 哎呦 压力对不对 在8030附近 所以对 人家做多 做到这个地方的话 就不做了 回头 翻译给你 开始往下砍了 所以多多力道就没了 你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各位 强势预判多重要 好了 但是我跟各位讲 不管怎么对 反正因为压力在8033 后来呢 当初箭头是在8011 在这个地方 箭头开始往下 你看到没有 当时也就是大户的力道 从做多开始 没有来 而且各位 做多的力道 开始收 不单收 而且甚至往空档放 给你去操作 好的 各位重点是 但是毕竟 当时8011箭头翻空的时候 因为大户是没有做空 所以各位 假如说你做得比较保守的话 我说问题 你空档不要做没关系 对不对 你把多档跑完就好 各位 你多档跑完 你已经有40多点了 那各位 我就讲 今天光是第一波在这个地方 你说你一天要30点 第一波就有了 而且各位 你做得比较保守的话 对不对 介绍跟大户不同 像你空不要做没关系 那各位 但是反过来 对不对 我说过嘛 如果你是个比较积极型的 对不对 你多空都喜欢做的话 那空档做没有关系 反正对不对 只要说压力在8033呢 好 空档做了以后 各位 那我更要恭喜你 这一波一杀 杀了将近100点之多 哇各位 今天对不对 你看空档这一波 从8011下来 一直到7919 在这个地方 箭头才开始翻多档 等于说这波一杀 箭头空到多档 已经将近快要100点的空间 各位 100点 现在很多人 你不是都说 你等到要反弹上去空吗 那今天有反弹呢 问题是你知道8033 或是8011可以空吗 你还是不敢空 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但是各位 如果说 如果说 你在这样 你天然等着想去反弹放空的话 我说嘛 各位 如果说你已经有在看 微博性的强势预判的话 你说 压力在8033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谈到8033 你就用力去空它就对了 就算你8033没空 最差最差 在8011的话 箭头也翻空了 那你就去空 好 但是各位 反对不对 我说过嘛 你要是保守的话 你不敢空没关系 好各位 对不对 当这个杀下来以后 各位在7919 箭头又开始翻多 重点是各位 箭头翻多 后面 大货 从做空 也开始去翻多做 所以各位 最实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大概7940的话 你去做多 大货也要做多 你就去做也可以 后来 还被一下 又冲到8000点去 那各位 这样一波一冲 又冲了快要90点上去 所以各位 我先说各位 如果说你做奇物 你不太习惯做空 你只喜欢做多的话 各位 今天可以做两趟多 第一趟 7970冲上去 对不对 最差最差 你在801这个地方 你把空弹都汇率了结掉 第一波上已经40多 已经40多点了 好 第二次 791的对 箭头再翻多 后面大货开始做多 你就去做吗 那各位 这一波一冲 冲了快要将近90点 后来箭头在7989 才翻个空 大货没做空 空弹不要做吗 一样嘛 把多弹再跑一趟 各位 今天光是你去做两趟多 都超过100点以上 都超过100点以上 那这种盘你说有难做 我说一天 假如你才30点 我可以 今天有三个30点 你说好不好赚 好不好做 做哪个各位 我讲各位 每天的盘 要涨要跌 不用你去猜 各位 你只要把握一个重点 对不对 什么地方 箭头跟大户有同像 你去做吗 尤其假如你习惯做多的话 对不对 你就去找箭头 翻多以后 大户有没有做多 有的话就赶快去做 各位 今天光是两趟多就好 空弹不要做 都100点 难吗 我说各位 我说各位 这样子的操 对不对 绝对比你去捕了一堆股票 现在很多钱的同事说 要一堆股票 淘完那个地方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各位 你股票套足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赶快抽一些钱出来 各位 你就这样每一天 你就跟着箭头 跟着大户指标 同像你去做就各位 每天帮你先救笨 救笨 帮你先帮你 救笨 救一些回来 跟你懂这意思吗 而且对不对 期货对不对 只是在抓方向 尊转折点而已 好了各位 一句老话 反正对不对 这么好 这么简单的方式 我请问你 全市场上你去哪里找 我想各位 这样子的方式 我想对你的操作 是既简单 又明了 对你又有帮助的 好了 时间关系各位 那明天开始 这个牌明天开始 该怎么看 我下一回来再说 好 关键点位在哪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感恩八月八八节快乐 特别推出八八体验计划 永城国际入会专线 02-2542-8999 02-2542-8999 感恩八月八八节快乐 特别推出八八体验计划 永城国际入会专线 02-2542-8999 02-2542-899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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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大事 当然用心经营60米 我们用最亲的芝士米 做出最好的铜融银鱼 给大家安心和健康 订阅 转发 转发 传统柔和现代 经典接入原创 转发 转发 104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 特别邀请嘉宾现场演出 我是陈建伟 我们是Marsay 8月29号台北中游大楼 跟着我们一起 飙唱原创音乐 你今天吃了什么 你运动了吗 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多到报 回言耸听 真假难辨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不要轻忽小问题 我会藏在细节里 专业顾问团队 守护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芳 发发健康友芳 让您健康恩次芳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9点 三立财经台 三立新闻网红布播出 血清素是人体最重要的快乐因子 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 一颗胶囊等于13根香蕉 帮助入眠快乐满点 快搜寻乐活香蕉 感恩8月88节快乐 特别推出88体验计划 永城国际入会专线 02-2542-8999 02-2542-8999 感恩8月88节快乐 特别推出88体验计划 永城国际入会专线 02-2542-8999 02-2542-8999 欢迎回来今天起务市场 其实变动幅度真的蛮大的 不过明天关键点位在哪 赶快再把时间转移老师 好 各位 今天这个盘 跌破8000以后 虽然说有反弹了 对不对 各位 今天有反弹一天 那到底该看多看空 关键还是在 就是各位在这个地方 强势预判 这个压力一样 明天的位置还在这个地方 你听得懂吗 我跟各位讲 简单说了 这个盘如果说 要能够继续往上弹的话 势必要先能够指数 能够先突破 这个关键的压力 这关键压力能够突破的上去 大会能够继续做多的话 这个盘在这个地方 确实有机会给你往上弹 但这会重点是 如果从明天开始以后 大会又不做多 这边又上不去的话 那你小心 所以各位 至少今天能够早早知道 这位置在什么地方 这么的关键 好 那除了这个明天的关键点位 还在那个地方之外的话 我说各位 说真的 我是这样 各位 如果各位 你做期货 对不对 我说各位 你做期货的话 你每一天你就乖乖的 对不对 看着箭头 看着大户 两者同向赶快做 各位 这样做 我真的有说这位 你说一个股票 我觉得这位 假如说你这一波 你股票套翻的话 我真的再给你讲一次 各位 任何一档股票 对不对 基本面 外资面 筹码面 消息面 我跟你讲 你没有一样 你搞得懂 这就是为什么你做股票 波头市场来的时候 你会小赚 可是当市场一翻转空的时候 都赔钱 原因在这个地方 但这个问题是 可是问题是 你做期货 各位 尤其对不对 你用微博圈的 SOP做 我跟你讲 做期货多简单 多简单 只有一个 对不对 箭头到来 快点来 只有一个箭头 跟大户有没有同向 箭头跟大户 一有同向你就做 有同向你就做 就这么简单 对 这样子的操作 是比你去玩股票 要简单太多了 各位 没钱对不对 到底这个盘要涨要跌 你透过眼睛看 你都知道说 箭头有翻多 大户有做多 两者同向你就做 机会翻多 大户做多 同向你就做 对不对 尤其各位 目前来讲 做当冲 现在很多人说真的 很多人现在 不敢做坡段 哎呀 跌到八千 对不对 做多也不是 做空也不是 我跟你讲 那你不要去做坡段 你把美金 你的当冲先做好 对不对 你看像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你说做多 冲了两趟之后 到处盘前 不留仓 就空手 空手等明天 明天一开盘 大户要不要做多 做空 明天见到 在哪里翻多翻空 就跟着这样做就好了 总比你 对不对 一天到晚就玩着股票 各位华雅科 到现在是什么 是什么状况 还要我讲吗 对不对 宏达电 什么状况 还要我讲吗 还在那边闯心低 异光 大家都说LED 是外来的明星产业 真的吗 为什么转坡段心低 我跟你讲各位 如果你先手上 一堆股票的话 我再讲各位 你千万不要 住在那个地方 不动作 那就做坐以待毙 各位 赶快抽一部分的资金 对不对 到期货市场来 怎么样 每一天 帮你自己先赚一些回去 跟外资的抽策方式一样 那才是个重点 好 因为各位别忘记了 明天下方的观点点 会在什么地方 想遇事的话 广告电话进来 好 观众好 这分析 明天总是先锁定我们的节目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